那接下來這場議程將由Trava Security 的治安研究員 JeffXX所帶來的有關手機安全的演講 他將會帶大家看看Samsung Security Boot的安全 並介紹S Boot中所發現的漏洞 並展現如何利用這些漏洞來攻破Samsung S 那接下來就掌聲歡迎JeffXX 好,大家好 我今天會帶給大家說 我怎麼把Samsung Galaxy S10 Secure Boot的保護bypass 然後拿到它的root 並且保持那個Nuxbit是好的 好,我是JeffXX 那我現在是在Trava Security當研究員 那之前在T5當資產研究員 那同時我也是HICON CTF Team的成員 已經打CTF打了10年了 好,那同時我也是那個ChangeRoot的成員 也有在研究一些治安相關的東西 好,那我現在專注在就是Mobile跟IoT的漏洞研究 這是我的agenda 首先我會先給大家看一個demo video 讓大家感受一下就是這個exploit的可能造成的危害 那接下來會跟大家介紹 相關的那個研究 然後接下來會跟大家介紹 Samsung在他們的手機上面做了什麼額外的保護 好,那接下來就會介紹我在Secure Boot中發現的漏洞 並且介紹說在利用這個漏洞達到coexclusion之後 然後我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好,在我們開始前 我會先給大家看一個demo video 好,那我們請到戰隊最帥最重的ATWA 來當我們的就是受害者 這個受害者的情境是這樣子的 那就是他的手機用到一半個一天 然後他在咖啡廳裡面 我把聲音調小聲一點 然後請了咖啡店的咖啡師請 幫忙幫他把手機充電 因為這個咖啡師是個壞的 在充電的時候 就順便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他就開進了Audi Mode 然後開始嘗試利用這個漏洞 任意程式 他就把後門裝進去了 那裝進去之後 手機就正常的開機開進去 使用者不會看到任何的異狀 充電會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大概會等待個 我們快轉應該是等待個30分鐘嘛 好受害者來要回他的手機了 那等一下他會跟大家說為甚麼就是還需要等待 那個受害者打開手機之後 我們才會開始投資料 所以他解鎖了他螢幕之後 我們在背景已經開始再把它的資料偷走了 我們接下來會介紹一下Sansung在他們手機上面加了什麼保護 他們自己稱說他們做了一個完整的Security Framework 這個Security Framework叫做NOX NOX是一個非常複雜在整個系統上面加上的保護 因為它很複雜我們只會講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像是它在boot的時候有加上trust zone的檢查 讓你在boot的時候不會有一些不該開啟一些未授權的東西 甚至它額外加上realtime kernel protection 避免就是你用一些kernel的exploit直接提權拿到root 甚至在down time的時候它會定期的檢查 kernel的運行狀況有沒有問題 那還有對SENinas做了更多的enhancement 好 因為我們打的是sboot secure boot 所以說我們會專注在trusted boot這個部分 那trusted boot呢 它最一開始 手機最一開始 開機的時候是用primary bootloader 把後面的secure bootloader帶起來 那這個primary bootloader是hardware寫在那個硬體上面的 那secure boot是可以更新的 所以pbl會驗證說secure boot 是不是有經過sboot的簽章簽過 是官方提供的secure boot 它才會把它開起來 那secure boot做的事情就比較多了 secure boot會把最重要的trust zone tos把它帶起來 那會把eo3的handle都設好 那接下來它會去驗證要開的android boot image 是不是合法的 是不是官方提供的bootimage 它會驗千張 那如果說這個bootimage不是合法的 它不是sansom官方發的bootimage 它會認為這是一個就是未授權的更改 它會把在開機的同時 它會把一個nuxbit把它燒壞 好 那這個nuxbit是一次性的one time writeable memory 它只要被射上去之後 它就不能更改了 只會換主機板 好 那這個nuxbit跟它的保固有關 如果這個nuxbit被射成1了 那sansom是不會提供保固的 那除了保固之外 其實有最重要的就是 有很多重要的東西是存在trust zone裡面 如果說那個nuxbit被射成1的話 這些存在trust zone裡面的東西 是會不能拿出來的 它會直接檢查說如果nuxbit是1 這些key啊或是這些重要的資料 它就直接縮死在trust zone裡面 不讓你取得 好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個 手機的storage 在sansomGalaxy S9之後 before的storage是encrypt加密起來的 只有手機開機起來之後 使用者第一次把它解鎖 這時候storage才會被解密 那這把key存在trust zone裡面 如果說剛剛那sbit被燒掉的話 這把key就會拿不出來 那storage就沒辦法解鎖 我們就拿不到storage上面的資料 除了storage的key之外呢 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也會不能使用 像是sansomPay NuxContainer 或是一些DNA相關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會被鎖死不能使用的 好 那這次就是on的trust zone的圖表 它的結構 我們一般拿到root 一般手機 不管是用kernal exploitation 或是自己刷韌體把它刷到的root 是在左邊 那個non-secure wall的EL1 我們只會拿到non-secure wall EL1的權限 那實際上剛提到trust zone的東西 都是在右邊 在secure wall裡面 那在non-secure wall的EL1 你只能去戳secure wall user mode的一些application 但裡面的東西 除非那個application有漏洞 不然裡面的東西是拿不到的 好 那接下來我會介紹說 其他人在sansom這個trust zone上面 做了什麼研究 那分別拿到了什麼權限 首先 在Blackhead2017的時候 ReturnsMe 它把 Sansom的EL1 type kernel protection破掉 它成功了從 non-secure wall的user mode 提權到 non-secure wall的kernal mode 它做了垂直的提權 然後 提到了root OK 那在Blackhead2017的Europe 騰訊的實驗室 他們 找到了一個trusted的漏洞 把SansomPay的 保護 破解掉 那它可以去把 SansomPay裡面的 private key拿出來 那它做的事情呢 是Attack 在trust zone裡面 SansomPay相關的application 找到了它的漏洞 然後打了進去 所以它從 non-secure wall的EL0 提權到 secure wall的EL0 OK 那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 去年 QuotesLab就 做了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 它從 non-secure wall的EL0 直接打穿整個trust zone 拿到 secure wall EL3的最高權限 那它就把整隻手機都打下來了 不管什麼東西它都拿得到 好 但是這些東西呢 它都 最需要最少最少的權限 就是secure wall的EL0 你需要先有一個Landing Landing的exploit 或是你會需要就是 自己手動把手機解鎖 然後把ADV打開 然後才能在local 發動這些攻擊 好 那如果這些device都是 關機的狀態 或是它鎖上的狀態呢 我們有沒有辦法利用這些攻擊 也沒有辦法 好 所以我們這個研究呢 我們在討論說 如果手機是上鎖的狀態 或是關機的狀態 我們要怎麼打進這隻手機 然後不讓notspeed出問題 可以讓我們敏感的資料繼續拿到 好 在進入我們漏洞之前 我會先介紹說我們的攻擊點在哪裡 那正常的secure boot的boot flow 就是它開起來之後 就會直接往下驗證 boot image 然後開進android kernel裡面去 但如果我們在開機的過程中 把power跟boot down按住的話 我們會進入到一個 audit mode 那這個mode呢 是神送官方提供來讓 讓user自己刷官方任體用的功能 他在刷任體的時候 他會檢查任體的簽章 跟它的版本 他禁止刷舊版上去 避免你用rollback的方式刷一個有動的版本上去 然後打它 好 那這個audit mode呢 就提供了一個讓我們在 開到手機進去解鎖密碼前的 一個可以跟手機互動的一個 attack surface 好 那在audit mode呢 我們在裡面找到了數個漏洞 那首先我會先介紹第一個漏洞 那第一個漏洞呢 只可以就是 把比較舊的手機 像是galaxy S8 好 我們 剛剛提到audit嘛 我們的第一個漏洞 三個漏洞都跟audit有關 好 那audit request其實 它的封包格式非常簡單 首先它是會是一個op code 來決定說我們要使用audit mode的什麼功能 我們是要刷 image上去 還是我們要刷 partition information table 還是我們要設定audit mode的一些功能 好 那接下來就會 就會跟上一個指定 就是說我要做什麼事情 那接下來後面就是提供一些參數 好 那我們漏洞呢 存在它在刷image的時候 刷image的時候呢 它沒有檢查 我們傳過去的image size 它的image size 是可以就是 可以非常大的 只是它有個判斷 它有個判斷是 紅框圈起來的地方 這個判斷是說 如果它image size太大的話 它會把buffer移到比較前面 讓你可以就是 讓你可以刷比較大的image上去 不會蓋壞東西 好 但是這個地方呢 也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除了沒有檢查size之外 它這邊的 換buffer的地方 這邊的檢查 還是一個signed compensation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 超級大的一個負數 讓它比對失敗 那它就會使用原本的buffer 好 那在S8以前呢 這個buffer會放在0xc 7個0上面 那在S9之後呢 它會把它移到一個比較大的位置 好 那在S8之前 什麼東西會放在那個buffer後面呢 我們可以從圖表上看到 左邊那張圖 在buffer後面放的是 secure boot的code segment 然後後面跟著的是 vss段 stake heap 它是fiscal memory 所以直接往後蓋 就直接可以把後面整片東西都蓋掉 好 所以我們 可能可以把code段蓋掉 直接控制 程式的執行流程 好 但是我們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 在S8之後 然後 Samsung把他們的那個MU table 設的比較嚴格 了 code segment 是不可以寫入的 好 那原本我們想說 那這樣子 這個overflow應該會導致 exception 就會壞掉 但實際上呢 我們audi mode 在刷image的時候 它是直接對memory做操作 它是直接對memory做讀寫 所以它不會經過CPU 所以MU的control是沒有用的 就是 它會被ignore 那後來 Samsung有提出一個 就是其他解法 就是要用 HardwareMU 不過那是 耳外的事情 在這邊 我們只要知道就是 USB直接操作memory 然後 可以就是 Bypass那個MU的control 可以直接寫掉 code segment跟後面的東西 就好了 好 我們可以寫掉code segment 可是 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CPU在對code 它亂過的code 都會做catch 那這個catch呢 會造成我們的麻煩 就是 它在搜我們 image buffer的時候 它是在一個 Hardware Loop裡面 那這個Hardware Loop 都沒有跳出來 它也沒有跳到 其他branch上 所以會導致這段code 一直被catch的狀態 所以就算我們把那段code 直接memory讀寫寫 寫成 我們想要執行的code 也沒有用 因為 cpu cache 住那些intrusion 好 但是呢 剛剛記得剛剛那些圖嗎 就是 code segment後面 跟著的是 stake跟heap 那heap跟stake 是沒有做cache 好 所以我們一直往後蓋 一直會蓋 把 可以一直蓋到heap的部分 好 那在 這個file loop裡面 它每一次進來的時候 它都會去檢查 一個event buffer 就是usb的event buffer 裡面的東西 它會拿出來做判斷 那這個event buffer 是存在heap上 所以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heap蓋爛 這個event buffer會壞掉 那這個event buffer壞掉 它是一個point 如果我們把它蓋成0的話 它會就是去嘗試 access nole的位置 然後這時候會觸發 dataerboard 好 cpu觸發dataerboard之後 它就會跳到 那個dataerboard的handle 那這個時候 因為dataerboard的handle 都沒有被 執行過 所以cpu是沒有cache 它會從memory上 把這一段的code 拉出來 嘗試執行 好 剛記得我們code segment 是可以控制的嘛 所以說 我們只要把這一段放上 我們想要控制的 想要執行的code 我們就可以控制 程式的執行流程 好 所以我們如果要 成功exploit的話 我們的那個 蓋 蓋上去的memory 應該要長得像 右邊這樣子 就是我們會先 把show code放好 然後把 改過了 xboot的code segment 放上去 然後後面全部siding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 成功的在secure boot上面 執行任意的code 好 但是呢 這不完美 因為我們想打的是s10 就是我們打一個舊手機 就是不夠帥 好 所以我們要打新的手機 好 但是 剛剛提到s9之後 這個buffer 我們剛剛可以蓋的那個buffer 所以我們不管多大 往後蓋都蓋不到 有用的東西 那我們沒辦法就是 利用 好 我們就嘗試一些 就是有沒有一些 從旁門左道可以讓我們就是 利用這個漏洞 好 好 那我們就翻翻翻翻到一個 就是 一個東西 就是 為什麼s9會把那個buff移走呢 那是因為 他們 在s9之後 幫odin加了一些功能 像是幫他加了就是 compress download 就是你可以把傳壓縮檔上去 或是parall download 讓你傳的時候比較快一點 好 那他這功能在實現的時候 他需要就是multi-code 他會開另外兩個cpu起來 然後 因為開另外兩個cpu起來 然後要接比較大的image進來 所以他把那個buffer 就把它移到後面去 好 但他 怕壞掉 就是他有留一個fullback的功能 就是說 如果cpu開壞了 沒有開起來 他會把那個buffer移回去 原本的位置 那如果這個東西 如果它可以 buffer可以移回去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可以打s12 好 所以我們就嘗試說 我們有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讓他在cpu開起來的時候 開第二顆跟第三顆cpu的時候 壞掉 好 我們就去看 開cpu的code 我們就會發現 他開cpu的時候 是會檢查說 我看的 我們現在開了幾個cpu 如果開超過三個 我就不開了 那不開就會導致剛那個failed buffer就會移回去 好 那我們就在那邊看說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那個count增加 發現了 欸 就是 sansom還有另外一個mod 叫做UR mode 如果我們有debug cable插上去的話 我們可以在進到那個download mode之前 有一些指令可以下 像是我們可以用smp test 去嘗試開一個cpu起來 run一些code 然後他會把那個cpu關掉 好 但是這個東西 他不會把剛剛說的count 剪下去 所以那個count會一直增加 所以我們只要想辦法用這個指令多下幾次 cpu看了就上去 cpu看了就上去 cpu看上去之後 我們的 後面進到download mode的時候 他那幾個mode就會 payroll download 跟compress download 就會失敗 那失敗之後 buffer就會移回去 我們就可以成功exploit 但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在 在s7之前 網路上有人把那個 debug cable做出來 只要把pin腳接上一個電阻 就可以把debug cable弄出來 但在s8之後 手機已經變成type c了 那type c的接法 就跟原本的不一樣 那當時我嘗試了各種 就是可能 Google的debug cable的接法 或是各種就是翻各種document 去嘗試了各種接法 但是全部都失敗 那這大概花了我半年的時間 那最後就是 我放棄了就是 不做這個debug cable s8 就s8吧 就爆 好那我就回報了 那回報給sansung說 他們有這個動 好我們在2019 8月的時候 回報這個動 那幾天後 sansung就跟我說 已經有人回報了 你慢了這樣 好 數個月後 那個patch node出來 patch node出來說 他是一個potential的 integer overflow imbrow的 那 實際上 他一開始 把這個sevility 標成low 因為 可能回報的時候 回報者 沒有發現這個動 是可以exploit 沒有發現這個動 是可以導致coexecution 好所以他一開始把它當成low 那 直到我說我要發 paper的時候 我要發breadhead的時候 他還說沒有沒有 我們這是內部錯誤 我們這個是critical 對 這是coexecution 這是critical 好 總之 他page 那 他敘述裡面說 他只是一個 就是onsign的 那個integer overflow 問題 那 他就把它設成onsign 但實際上 他們在修這個動的時候 發現其實有buffer overflow 所以他們在修那個integer overflow的時候 他同時多加一個trick 就是上面紅字框起來的地方 他多加一個size的trick 避免就是 我剛剛那種 exploit的 避免我剛剛那個 用很大的image去把它 後面東西全部蓋掉 好 但是在看了這個page之後 我很不爽 因為就是被別人撞掉 而且那個sevility 一開始還被標成low 那我就認真的就是在那邊看那個page 那看一看之後 我又發現 欸 數幾天後我發現 欸 有另外一個洞可以bypass 他剛剛那個trick 好 那這個洞是這樣子的 就是他在搜 那個usb data packet的時候 他會把那個size 做一個 跟一個值做alignment 好 那這個alignment的值是怎麼來的呢 那他在audit裡面有一個功能是 欸 他可以設一個packy data size 在某一個audit指定裡面 可以設這個packy data size 而且這個packy data size 是沒有做trick 我們可以設上任意的值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指設很大 那前面我們image size 給很小沒關係 他會做alignment 就是他做alignment的時候 我們的 我們可以刷上去的值 又變大了 我們又可以超過剛才那個限制 好 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再exploits8一次 好 那因為exploit過程跟前面一樣 我們就不講了 那這次我學怪 我不常是找s10的 我這次直接把這個動物回報 那數個月後 sansung release了這個page 在20201月的時候 好 那他加了一個check 在這個packy data size上面 那這次他也把這個packy data size 限得比較小 限制成0x1 6個0 但是看了這個之後 他就讓我就是開始思考 欸 好像有搞頭 好 三個小時後 我找到了第三個漏洞 那這次這個漏洞可以打s10 我們可以在s10上面做coexecution 好 再來剛剛我們打的是一個刷image的功能 那他odin有另外一個功能 是可以刷partition information table 那這一樣是會驗千張的 但是因為 partition information table比較小 就是我們在它驗千張之前 我們就 就跟驗千張沒有關係 好 那partition information table呢 它比較小 它odin是使用一個 heeper buffer去存 我們要刷上去的partition information table 那這個size只有 0x2 三個0 好 剛剛那個pagi data size是射成多少 是0x1 6個0 它是不是比這個heeper大 所以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手法 去overflow這個heeper上面的buffer 好 但是我們 這個動其實我們一開始就發現了 但是一開始我們就是卡在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在USB收data的時候 它第一次收是收你傳過來的size 它不會嘗試做Nine 只有在 只有在第一次收的時候 資料沒有收滿 它 覺得還要繼續收 接下來才會使用pagi data size 這個值 繼續收資料 好 所以一開始我們覺得 這個動沒辦法打 那時候我嘗試的就是 我想要讓它收不滿 隔很久才送 我只送一 byte 一 byte慢慢送 隔一百秒送一 byte 看它會不會就是 欸 沒收滿 然後它就進到下面那個 進到紅色框的這個 就是用pagi data去收 收資料 好 那一開始我就失敗了 但這次我看到那個 看到那個page之後 我好像被雷打到一樣 我就想說 啊當時 隔那麼久不能用 那我有沒有試過就是 拔線了 好 那這次我就嘗試拔線 那拔線之後呢 我就發現 欸 我先送一 byte 然後拔線 然後再插回去 這個時候 第一行這個 usb receive 它就只會收到一 byte 它就會回味傳 原本它會收到滿 但是沒有 這次只收了一 byte 因為我拔線 它被interrupt 好 拔線之後 它只收一 byte 它就進到下面 用pagi data size 那這個時候 pagi data size 是比hip buffer大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overflow這個hip buffer 好 那 這個就變成一個 簡單的ctf的問題 就是 我們只要 利用hip去 任意寫 我們就可以就是 想辦法達成 co-execution 好 那我們就用house of spirit 去做任意寫的動作 好 而且這是一個 沒有什麼檢查的 hip 它是在secure boot裡面 自己implement的 hip malloc 那裡面沒有 對那個 double linked list做檢查 所以我們可以很簡單的 去構造那個fake 構造那個chunk 然後去做 打到任意寫的動作 好 但是因為它的malloc 是自己寫的 所以它有一些 跟別人不一樣的限制 像是 我們在寫的時候啊 我們要任意寫 我們必須要就是 讓 我們要寫的位置 前面是byte 要fading 要是0的話 它就不會做 merger的動作 我們就沒有要任意寫 好 但是secure boot是60bit 那一個位置是高位的 4byte 如果我們想寫 就是像是got entry 或是一些 常常放 function point的地方 它的高位4byte 通常有 它前面可能也都是 那個point 那它的高位4byte 通常是0 因為它是64bit 可是它的code segment 在高位4byte 是0的位置上 好 所以我們 在code segment上 找不到可以任意寫的地方 那很幸運的就是 我們嘗試到 看看stack上面有沒有 stack在我們 exploit的點 到它return 回去的地方 只有三個function call 那在這個stack function call 我們真的就恰好 剛好找到一個是 它的第一個 local buffer 是我們可以空的 我們可以把 那個我們想寫的地方的 上面那個 第四個byte 前面的 前八 byte 是吧 空成我們 fading的地方 空成fading的值 那空成fading的值之後 我們就可以 fulfill剛剛我們提到的limitation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pc改掉 好 那把pc改掉 我們就達到就是 我們就可以把它跳到 我們任意想跳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達成code execution 那順道一提是 呃 time u 還是沒有很 很嚴謹 我們 sure code 可以放在任意位置 直接跳過去執行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在secure boot 和執行任意code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做什麼 好 首先我們現在是在secure boot裡面 其實我們沒有系統 那我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所以我們需要把手機開起來 Android開起來 拿到root 好 在第一個洞 我們把整個 memory layout弄爛 我們把hip stake 跟vss 全部寫爛 所以說 如果我們想要在第一個洞 達到開機的話 我們必須要想辦法把這些東西修好 那這些東西很難修 那這些東西很難修 所以我們後來選擇就是 我們重新把手機開持 重新把手機開持 它就會把那些stake 和hip上面的東西弄好 那我們就可以進 進到Android裡面去 但因為我們在打的點 已經是 就是它設完那個 trust always 之後 所以我們只有 non-secure wall 的exception level 1 我沒有辦法去動 secure wall裡面的東西 所以任何跟trust有關的東西 我們都需要跳過 我們不能 讓trust重新跳起來 重新執行起來兩次 好 那我們成功把 手機開到一個正常開進模式之後 我們就要去把kernel 帶起來 把kernel帶起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把kernel 配取 配取成有root的kernel 配取成有root的kernel 配取成有root的kernel開進去 我們就有root 好 好 所以我們的exploit整個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前面先用olding的漏洞 去overflow olding上面的buffer 然後把payload送上去 送上去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 會送另外一個olding command 去把meloc跟free的動作觸發 打成任意寫 打成任意寫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會把stack上面的pc 蓋掉 把pc蓋掉之後 我們就拿到coexecution 拿到coexecution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把heep 跟stack修好 然後 繼續開機 那開機的時候 把kernel配取掉 換成root 好 那做完這些動作之後 我們就拿到 那個 nonsecure的year1 也就是一般root會拿到的權限 但是呢 notspeed是好 notspeed是好的 所以那些資料都還在 我們可以就是假裝我們是user 去跟secure world這些東西要資料 好 但我們會先遇到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是從關機模式開進來的 他的story是加密的狀態 好 我們就必須要想辦法把資料解開 那 最簡單方法就是 騙使用者 就像剛剛前面demo media展示的 我們把手機偷偷的root放後門之後 讓手機的使用者自己去解鎖 好 那他解鎖完之後 我們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有系統的root 所以我們可以sniffer他所有送進去 trustrome裡面的資料 像是他解鎖密碼 或是他所有sansom配fingerprint的資料 fingerprint的資料 可能不行 好 沒關係 反正我們最少可以把那個接鎖密碼 拖出來 好 那可是 一個exploit需要搭配使用者的interaction 就不是一個好的exploit 所以我們其實有其他方法 好 好 我們現在是在 nonsecure world的year1 我們有root的權限 我們可以去戳secure world裡面的所有app 好 所以他讓我們提供了一個攻擊的surface 我們可以去打所有secure world裡面的trustlate 嘗試提權 好 那過去其實被回報了非常多trustlate有關的漏洞 我們團隊 之前tify的團隊 就起碼找了20幾個跟trustlate有關的漏洞 都是可以達成coexecution的 我們可以拿到secure world year1的權限 欸 year0 抱歉 這 year year0 好 那每個trustlate裡面的資料是分開的 所以每個trustlate裡面的資料 我們想拿到 我們都去 必須針對那個trustlate去開發exploit 然後打進去拿到資料 好 那 首先 我們不想要使用者來幫我解鎖手機怎麼辦 好 好 在2019的時候 我有發現過一個gatekeeper有關的漏洞 那這gatekeeper就是負責手機解鎖的服務 好 它實際上驗證那個密碼的時候 它的timer 它的timer是存在long time memory裡面的 所以假設說我們想辦法讓trustlate 它的shutdown 重新開起來 那 這timer就會被reset 所以我們可以無限次的嘗試 brewforce 密碼 好 那這個漏洞我在2019的時候就回報了這個漏洞 那如果有跟這個漏洞搭配的話 我們拿到root 然後接下來開始報密碼 如果使用者是用patterncode的方式設密碼的話 我們測過大概在六個小時內可以測所有的pattern 那我們就可以把手機解鎖 好 解鎖之後 我們想做的事情就可以更多了 我們可以就是偷資料或是幹嘛 好 那 結論 就算data是放在secure wall裡面 然後有nux保護 Sansung用nux保護嘛 那其實實際上它還不是保證就是 這一定是放進去的資料就是安全的 如果整支手機從前面就被破了 那資料還是會被偷走 好 但是呢 它這些保護 讓exploit成本變得非常的高 我們不可能用一個單一的漏洞 就可以拿到secure wall裡面的資料 我們必須要搭配多個漏洞 我們首先會需要一個landing的漏洞 我們需要先打進手機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提權到root 提權到root之後 再去搓secure wall eer裡面的application 嘗試在裡面coexecution 拿到那個application的資料 那如果我們想要拿到手機裡面所有的資料的話 我們甚至還要把secure wall裡面的OS打穿 拿到更高的權限 我們才有辦法把secureOS裡面所有的資料都投出來 好 中間只要有一個 尤其是紅色的標起來的部分 只要有少一個其中這樣的漏洞 那手機就是安全的 你資料就是拿不出來 好 那底下是我當時跟sansons回報的時間 那它通常在三到五個月內把這些漏洞修掉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有沒有問題的 直接接那個麥克風 桌上的麥克風應該可以接 我很好奇 那個中間玩壞的幾支手機 中間玩壞的幾支手機 就是因為NOX被trip之後 實際上 只有一支是故意弄壞的 那我們有兩支測試機 那只有一支是故意把它弄壞 要看就是後面哪些東西是戳不到 對 謝謝 那個boot 請問一下那個 boot的那一段code 你怎麼拿出來看的 哪一段 boot的那一段 你說的是 你怎麼 開機的那段code 你怎麼看 開機的部分有三段code 這裡 有Primal Broader Secure Broader 跟後面的Kernel 開機開起來的Vimage 那PBL是 在沒有打下TrustOS的時候 是絕對看不到 對 那在去年QuarkSlave 打下Monitor Mode之後 有人就把PBL當不出來 然後在裡面找到一個漏洞 那他在PBL拿到 所以PBL的漏洞 就是在戴起TrustOS之前 他是EL3 所以如果打那一個 他是拿到手機所有完整全線的 好 OK 那我們打的是 Secure Boot Secure Boot 是在Fanware包裡面 對 那就是直接去抓Fanware包下來 分析就可以了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Secure Boot 是可以刷 就是Fanware包裡面 是可以把Secure Boot 更新上去 抱歉 抱歉 我 有一個Fuse掉那個Policy 就是你說他會把它弄成Wong Limon 那個是Policy 你說的是NustBeat嗎 可以幫我把那個 寫過去 對對對 這個嘛 我記得他的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如果你想要結 就是 正常 正常想要錄的SanZone手機 他會去 需要去 unlock他的Bloader 那unlock 他就有說 這個bit 會被射上去 然後會說就是 就會沒有保護 你的問題是這個嗎 還是 對 他就會認為這個手機是不安全的 已經有人嘗試ROOT過了 他不管你有沒有ROOT 對他就認為 因為手機被未經授權的更改 他可能被改了 布Image 或是被改了System Image 那他認為這是手機不安全的 所以所有他安全相關的功能 像是Sanson Pay 像是剛剛提到的那些東西 他會都是不能用的 那 他在官方文件上面是說 他甚至會把一些incretion key 直接抹掉 讓你再也沒辦法解密 沒辦法解密手機上的一些加密的data 但實際上 我們沒有看到那段code 就是他可能實際上沒有抹 對 問題是 你剛剛說那個ODMOD 是在 是User 是那個 他是在哪個 哪個 是在 就是在 AP CPU上面的 哪個MOD上面 他是 他這段 secure boot 是在 不對 ODMOD是在secure boot裡面 對 他在還沒有帶錢 所以之前 就會檢查 你現在bootMOD是什麼 如果要進 ODMOD 他就會跳過去 對 對 他在User跟CPU這一側 對 對 他在User跟CPU這一側 可以欺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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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就是剛剛說的 他 有 就是 可能是我們之前露看了 因為Sansung在Document上面是說 就是如果他把那Speed射起來 他secure OS 偵測到的話 他就會把一些重要的資料刪掉 那有可能是就是 就算 就算 這個Warranty Bit被射起來 一打進secure OS 你可以拿到所有東西 可是資料可能已經被刪掉了這樣 對 好 謝謝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有 想問你們 exploit的時候是怎麼debug的 就是你們知道那些menary layout 好 問題 我想一下喔 首先第一個debug的方式是那個 他 let's kernel message 是會寄secure boot的log 所以如果說 我們前面一次boot fail 我們可以進去看說 他執行到哪邊 fail 那有時候他可能提早 提早那個log沒有完全寫到 那個let's kernel message裡面就沒了 所以我們就大概只能猜說 他大概fail在哪邊 然後去看相關的call 然後思考到底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一半是靠猜的 那 一直到我們成功call execution 我們不是後面還要開始boot手機嗎 那在這一段 因為boot手機很複雜 很常失敗 那時候我們甚至把log直接噴在螢幕上 那就用拍照的方式把那個log拍下來這樣 我們就再次謝謝JefXX 謝謝JefXX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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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